再來看的是陸地上也有意外 台鐵百福車站發生了站務人員 帶領一名身杖男子穿越軌道 但是卻因為沒有注意不遠的轉彎處 自強號突然進站 男子被強風捲入了車底 還拖行了將近30公尺 目前人還在加護病房 而台鐵表示將懲處失職人員 火車高速行駛進入台鐵百福社區站 但11號晚間卻發生一件嚴重事故 打開鐵門 當時坐輪椅的身杖張姓男子 正經由站務員帶領 由女兒陪同 穿越鐵軌的無障礙通道 但站務員沒注意 火車竟然迎面而來 我已經盡我所能 把我爸推到最靠邊了 然後突然間 輪椅還在我手上 我爸就突然間消失了 輪椅正好卡在門旁邊 張姓男子被封切捲入火車底 拖行將近30公尺 造成骨盆破裂 弩內出血 還有多處骨折 張姓男子女兒想起當時仁魚稽猶唇 當我看到火車的時候 可能近距離可能20幾公尺而已 是完全來不及 我們兩個是沒有被捲進去入 因為我們前面還有輪椅什麼擋住 台鐵強調這是因為基隆市政府管轄的 無障礙天梯壞掉 所以才臨時變通 改由鐵軌上通過 家人痛批 台鐵應變有問題 你SOP流程要對 你不能帶我們走一個絕路 你門沒有打開那就是絕路 平常裡面不會再用 就甚至我們站務人員 我們施工的都不會用這個便道 台鐵也非常的難過 這個動作我們也要求全面做一些檢視跟再教育 針對事故台鐵局長僅表示難過 不願松口承認台鐵有疏失 並強調事件已經送鐵路警察局調查當中 但若台鐵不上警發條 加強安全防護 恐怕未來事件仍乘出不求